根据调查 越来越多西方观众 会借由影音串流平台 接触韩剧 不但戏剧爆红 男主角俊俏脸庞 和温柔的形象 也征服女性 就有学者发现 不少西方女性 看了韩剧之后 会到南韩追求真爱 但现实往往太残酷 有人遇到贤猪手 让他们当场幻灭 从爱的破将的申请官 并遇到鬼怪的守护者 一处处韩剧 在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播出 风靡全球 韩星施展的男性魅力 也让西方女性为之倾倒 美国有线电视CN报导 有学者发现 不少西方女性看完韩剧 到南韩追爱找欧巴 这群人对景点和逛街都没兴趣 白天宅在旅馆 晚上才出门活动 他们觉得韩国男人 有教养又浪漫 相较之下 本国男性外表邋遢 思想狭隘 韩国男性最帅气 根据官方统计 2005年有230万的女性游客 到访南韩 男性290万 疫情前2019年 激增到近1000万的女性游客 男性只有670万 韩剧在全球受欢迎的程度 和女性观光客 到南韩的人数成正比 不过许多女性也说 现实遇到的韩国男人 和韩剧中并不一样 有人在酒吧照样遇到咸猪手 街上还有陌生人对他开黄枪 显然男人哪里都一样 让他换面 他们在开始相似你很好 但后来他们就改变了 我们去酒店 然后他们就觉得 你愿意去酒店吗 所有男性都在罵我 不过也有西方女性认为 找不到理想男人是自己的错 下次她还要再接再厉 努力追寻 记者综合不到